你拿回来的这个表格的话 就是我们证明我们的收入的这个表格 一般有这个W2 对吧 你在公司里 他可能给你这个 如果你有这个 Scholarship Fellowship Grant什么的 你可能会收到一个1042S 这样的一个表格 OK 然后呢 基本上就是这几种表格了 然后你还有可能是1099 Missalinear那种 比如说你就是 债一点打工一点啊 什么呀 各种收入反正都要报税的嘛 这个可能也会收到 或者说你还有1099 叫这个INT 就是你的interest 你可能银行有钱啊 什么的啊 这些要报税等等 基本上就是 就是这个样子 明白 那其实我们会发现说 有很多报税的软件 比如说Tural Tax啊 Springcast 这些都可以用 那其实 从您的角度来讲 哪些人群 比较适合用软件 哪些人群 您建议说是会找CPA 会比较放心 比较就是可能你报税比较准确 OK 很好的问题 一般来讲 就是说最resident的来说 你有工 有就是说收入啊 有什么 有这个整个公司啊 各方面 甚至还有这个房子啊等等 甚至还有business 比如说情况会复杂一些 而且尤其是你有business的话 可能会建议去找一个CPA 比较好一点 当然如果你知道 你们家的情况 不是那么的复杂 即使你有business的 因为business 有schedule c 对吧 schedule c的上面 就是说会把你的这个 business的income 和你的expenses 或者cost 跟所有什么都列上去 自己觉得你能比较清楚的列好的话 也还OK 自己可以报 对吧 就是总来说 你觉得稍微这种复杂一些 你就去找这个CPA来报 那么一般的话 家里就是有一般的income啊 有一些interest啊 dividends啊 包括你stop dividends啊 是不是包括有一两个投资房啊 然后甚至包括有一个简单的business的话 你用turbo tax 报都还是可以的 但是要make sure 你报完了以后 你最好review一下 因为怎么讲呢 税是每年都要报的 你要稍微明白 你这个税是拖报的什么东西 大概是怎么calculate的 对吧 比较基本的这些 你要懂 这样的话 或者说你让你的CPA朋友 完全review一下 review一下 他可能charge你的钱也比较少 也是cost efficient 对吧 也比较合理 这样的话 就make sure你有什么错误 这是一种 那么对于non-resist来讲呢 就是说要 一般都比较简单 non-resist一般就是学生 有一些各种这种 地点的收入啊 什么的好 也没有这些dependent 对吧 也没有这些 各种的其他的这些 dependent 啊 interest 啊什么的 那你就可以 就是说自己就可以报 我是鼓励 年轻人自己报 这个用什么报 就是那个 spring tax 比较好 因为spring tax 它专门 specialize 这个non-resist 这个non-resist这一块的 所以说联邦税和周税都有 那么基本上报了以后很简单 就是说你的 它一般来就是groups income 那一栏 你填一下 make sure你把五千块钱减掉 然后呢 你把你的五千的treatant也列在你的地方 然后它会要你列出来 然后再下来你可能它就说有一个itemized的打算 就是基本上就是你的周税 在你的w2上会显示的几百块钱啊 一千块钱啊 你把它填在那个上面 然后基本上就完了 没有什么太多东西 因为你没有standard tax 什么都没有啊 那么这样完了以后 但是它有一个什么呢 你要注意就是它有一个other information的表要touch 这个表上呢 它会填什么呢 会填你的这种就是你出入境的这个日期 因为它要看你这个130 183天你是不是符合 你是应该resist的 还不是 notresist的 OK 还有要付一个表 叫8843表 就是这个表就叫exempt individual那个表 这就是我上面讲到就是说 你因为你是iPhone签证啊 你有这么五年的这个exempt 这不算 你在美国的日子不count 所以呢 你这个也要填 基本上就这三个表就完了 所以呢 年轻人报了这个以后呢 倒是可以找CP呢 可以稍微让他把你rever一下 或者说朋友之间 我想稍微的看一下了解一下 我觉得就OK了 对 倒是因为很简单 倒也不一定真的要付几百块钱去找一个CP来报 因为你自己可能拿回来的税也没有那么多钱 我觉得从报税的角度讲啊 就是我上面讲了那么多呢 那么大家就要make sure 我们基本上知道我报什么表啊 对吧 然后我这个大的开路也不要搞错了啊 这是一点 再一点呢就是说 报税还是针对于前一年 就是我们已经都成了facts了 我只是把它报出来 那么关键大家的focus在什么呢 在于未来 就是我应该多了解一些 有什么样的省税的 合理的省税的这些方法 然后这样的话 我明年我可以少交一点税 对吧 其实我们在美国就说中产阶级呢 可能三分之一的时间 你都是在给IRS打工 都是交税了 不是说不应该 我们三分之一这个税 我们交了 都已经履行了我们的公民的义务了 但是如果可以合理合法的省税的话 还是要考虑的 所以这些方面呢 可以咨询一下CPA啊 可以找一下Francher Planner啊 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东西 那都不知道 比如说Rat IRA啊 比如说Life Insurance 它这个收入都是免税的呀 对吧 还有Muniscal Bond的呀 它都是电影的部分都是省税的呀 还包括529啊等等等等 所以这些呢 都是值得大家了解一下的 我是就是1990年 从国内好来到来到美国 两年前的这个狗人的机会呢 我就开始接触到 South in Hollywood Business 表屏的那种 然后也是给大家做一些数据画的文化 然后去一下 去采访的这些文化 那么数据计划啊什么的啊